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郑蕾 喂 小萌 你刚才是不是在医院啊 我好像看见你了 但又不确定 没 没有 我就是感冒了 然后去医院开点药 那跟上次晕倒没关系吧 没关系 你别担心了 不过 你去医院干嘛 我爸出了个小车祸 郑叔叔没事吧 还好 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年龄大了 需要留院观察两个小时 那替我问号一下郑叔叔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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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天天 怎么了 妈妈 真的因为我见不到你了 妈妈 淼淼 妈妈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永远不会离开 好吗 我想清楚了 你同意去美国了 太好了 你总算想通了 你放心 接下来的事情 我会帮你办妥 我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 我让唐倩还有不让你接受 那要是他们问起我 你怎么说 我就说 你经过激烈的竞争 得到了去美国 参加精英课程培训的机会 这个理由大家都会接受的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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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萌 这是我改好的资料 你看一下 对 小萱 你妈妈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我上周去看她 她看了我好久 然后她突然跟我说 你看这好眼熟啊 这样啊 对啊 她等了半天 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跟我女儿长得好像 小萌 你知道吗 我已经很知足了 起码她还记得 有这么一个女儿 对啊 唐谦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儿 也是一个很棒的同事 干嘛 谢谢你 最近 一直照顾我 一直鼓励我 你也很照顾我呀 真的 你是我奥斯顿最好的朋友 你今天怎么了 小萌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呀 是的 好 那我去忙了啊 那我请 我是你 你 小萌 你 感谢观看